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關 講到健康 夏天是盛產各式各樣瓜果的季節 像我手上大小黃瓜或者是節瓜 都是這個季節最當季 而且補充水分跟膳食纖維 非常好的食材 不過我手上的這一類的瓜果類 因為大家也都帶皮著吃 所以怎麼樣健康生活應用 就很重要了 尤其是每一次 這個衛生單位抽檢的時候 農藥殘留第一名黑名單 常常是我手上 大家夏天經常生食的小黃瓜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應用這一些 含有水分的瓜果類 待會兒這一節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江索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王建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肝膽糖胃的專科醫生好朋友 前振宏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羅佩林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譚敦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師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江醫師 我手上這個小黃瓜 夏天很多小菜 涼拌菜 幾乎不可或缺 那這個基本上它 如果是健康食用的話 其實是富含水分 膳食纖維 維他命C 其實營養素是很好的 不過在使用上有很多重要的健康 衛生環境都要做到 我個人包括各國的FDA 其實都是反對生死 不管生死什麼 那你看小黃瓜當初闖過最大事情 2011年那個德國小黃瓜事件 總共大概歐陸有八個國家淪陷 死掉十個人 兩千多個人洗過腎 所以把事情搞得很糟糕 為什麼 因為生吃有機的小黃瓜 那感染到一種特別的致病型的大腸管菌 叫大腸管菌O104 那得到這個病之後呢 治療上又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病在治療的時候 如果你用一個特殊的 quinolone group的抗生素的話 給下去病人就馬上腎就壞掉 所以他就跟一個陷阱一樣 因為他這個病很嚴重 所以我們就想用抗生素 那一旦用到某一種抗生素 病人馬上腎上就壞掉 那為什麼要用那種抗生素 因為那個是很常用的一個抗生素 所以大家不會想到有這個效應 事後檢討這個事情 為什麼搞那麼多人洗腎 兩千多個 溶血性尿毒症 那就是因為他對這個抗生素 非常的有特殊的反應 為了這個大腸管菌 死了十條人命 然後搞到兩千多人洗腎 對 這很嚴重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像這種生食 大家真的喜歡生 其實你看黃瓜有細菌 你在哪裡 一定在表皮嘛 黃瓜裡面沒有細菌嘛 對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真的喜歡生食也無所謂 你至少拿個七八十度熱水 泡十五秒 因為十五秒就八十的消毒法 七十二度十五秒 大概所有的大腸管菌都死光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很簡單 十五秒 那你就可以增進你生食的安全 而且十五秒吃起來 你泡過吃起來 絕對跟生的是一模一樣 好 口感怎麼做到脆 然後泡過又做得好吃 待會兒譚老師會分享 所以王醫師 生食蔬菜 真的要小心衛生安全 我先舉個例子 我前一陣子遇到一個大學生 他來看病的時候 他已經感冒差不多一個禮拜 就是有點發燒 有點全身酸弄四肢無力 那等他來看我的時候 第一眼看他覺得 他怪了一下子 他的皮膚比較深色 想說年輕人去晒太陽比較深 可是我看他的眼白 有點變黃的地方 一看嘛 在我們醫學上面確定 他應該就是黃膽 然後就問他說 你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嗎 差不多兩三個禮拜之前 他去過東南亞 去東南亞吃了很多東西 就這樣就過了 兩個禮拜回來之後 不到一個禮拜 開始有感冒的症狀 過了差不多三個禮拜 開始出現黃膽 然後就把他做抽血檢查 膽紅素開始升高 然後在醫院 是不是因為病毒引起的 醫院A型肝炎 我們常說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有個缺點 他們不像我們這種 年紀比較大的 我們以前都是吃 台灣路邊三桶水長大的 我們大概都有A型肝炎的抗體 那這些年輕人 只要小時候 沒有打過A型肝炎的 或是他的抗體消失的話 去到吃到不及的食物 尤其是這些生菜類的東西 我們常說就能得到A型肝炎 可是A型肝炎有個好處 基本上你只要在家好好休息 不要太勞累 原則上 這個病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它不像什麼B型肝炎 C型肝炎 需要用作特殊的抗病毒的療法 那當然把這個病人 轉給我們腸胃科醫生 做處理做治療 他可能過兩個禮拜就好了 那其實基本上 其實這種生菜類的東西 剛才江醫師有提到說 其實它有一些什麼 還有一些寄生蟲 我們常說其實很多提倡有機的 上面有什麼 鍋牛爬過 有什麼瓜魚爬過 我們都知道其實 在我們只要念醫學都知道 只要那個寄生蟲當中 只要跟瓜牛有關的 廣東住血腺蟲最嚴重 那其實後來我們知道說 其實小黃瓜 為什麼這種東西 它的農藥這麼多 其實他們都知道說 其實小黃瓜 它每一天都在盛產 它沒有所謂的那種 農藥的休息的期間 所以基本上 每天都要盛產 你每天就要噴 那你每天噴的結果 你就是不可能等那個農藥消退 所以我們常說 其實基本上台灣農藥的問題 其實在江醫師應該最清楚 他們的農藥真的用的比例 在全世界在亞洲地區 就都排名數一數二 所以如果只能從源頭去上去 把這些生菜東西的這些農藥 或這些基礎减少 才是最好的 那有人就想說 那我去所謂便利商店 生菜沙拉 不是最乾淨最好嗎 那我們常說 我們常說 它的好處是 它把你處理過 可是處理過之後 就有個缺點 一些水溶性的維生素 它切得越細 流失越多 放在那邊放得越久 也流失越多 那再過來 它把一些外面的那些 比較粗糙的部分都切掉 我們常說 其實小黃瓜 它是一個全蔬菜水果的概念 它外面的皮 是屬於不溶的那種纖維 它裡面那個紙 旁邊那個 是屬於可溶性的纖維 其實這樣吃下去的話 對我們的身體的 腸道的排泄 其實是最好的 可是重點是 它如果都把它切開 都洗乾淨了 其實你能吃到 這些東西的營養素 其實就少很多了 他老師 基本上 你們家也不吃生食 不過像小黃瓜 一定是帶皮吃 可是剛剛講 它每次都是農藥檢測的黑名單 老師先示範一下 你們家小黃瓜怎麼洗 其實小黃瓜就要買 刺越多越新鮮 那就是把它用 你的意思是說 它的那個外皮 刺刺粗粗的 對 像這一批 它最好新鮮 這一批是比較粗的 對 看起來比較粗 比較刺的 其實是比較新鮮的 是 所以這一個可能比這一個好 對 然後就是它因為會凹凸不平 所以你要刷乾淨 所以我就是會一根一根把它刷過 然後刷過之後 我還是不會生吃 我還是要確實的要煮過 好 所以這一個刷子是 女孩子 你如果是美容材料店 你都買得到那種 女生的洗臉刷 對 可是拿來刷食材還不錯 對 我覺得它的硬度差不多 像你這種甜椒 有些角落 你也會用這個刷 我其實洗菜洗水果 有兩支不同顏色 然後呢 然後像這個 這個是櫛瓜 你也會這樣子刷 對 其實我所有的蔬菜是可以刷的 像茄子我也會這樣刷 都會這樣刷 對 那這個蒂頭 我們等一下雖然會去掉 可是因為我在一鍋水 我還是會刷過 然後尤其頭的地方 我都會先把它刷乾淨 因為很多人 如果只是簡單的水沖一沖 那個角落可能沒乾淨 對 而且這有一些凹凸的 我覺得還是必然把它刷過 會比較乾淨 那這一個是前置作業的刷洗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潘老師的這個小黃瓜 潘老師的小黃瓜其實刷洗過 對 然後你是燙了熱水穿燙過 對 其實你可以整根的 像江醫師剛剛講 整根這樣子燙 對 那因為我今天是要拌到菜裡面 所以我就會先把它切塊 然後壓過之後 然後你就水開的時候把它丟下去 好 然後再開的時候 馬上撈起來泡到冰水去 好 那它的脆度就會有 所以像這一類帶皮一起吃的食材 對 首先刷洗清洗乾淨 一方面很多雜質細菌跟農藥都可以降低 是 那另外一方面 老師可能會還是讓它熟食或汆燙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有熱鍋熱油 老師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脆玉鮮干貝 所以拼底鍋是要煎一下我們的海鮮 一半來煎干貝 一半就放鮭魚 好 我們還有一點點簡單的鮭魚化 是 老師這個表皮你是不是有煎過 弄了一點麵粉 我們等一下讓它比較容易 那個就是讓它味道比較 對 那所以我會裹一點麵粉在上面 對 就是讓它表皮有淡淡的一點點的薄粉 對 然後讓它容易恰恰 對 我們熱鍋熱油炒了一下下 剛剛放的辛香料 對 這個是大蒜 大蒜 對 然後我們就來就所有的菜都可以下去 這個是竹筍 夏天其實很多含水量很高的食材 對 那就是竹筍就下來之後就接著就所有的菜都可以一起下來 好 甜椒 對 然後黃椒 剛剛講甜椒有些也是會這個農藥黑名單 對 所以也是要洗乾淨 對 然後這個是一點點的鳳梨心 好 對 反正就是你家有什麼菜都可以下來 還有一大碗這個 對 黃瓜 大黃瓜 好 大黃瓜就是這個 是 大黃瓜因為皮比較粗就會去皮 是 但是去皮前我們還是要把它洗乾淨 對 然後我們就是在這個趕它炒的過程中 我們就加一點這個SO醬進來 SO醬我覺得還是盡量把它煮熟 對 就是能夠再徹底煮過 對 雖然它做醬的過程 它有熟食熟化過 對 可是你如果有的時候要把它當作炒醬 對 你還是讓它熱炒拌炒 對 而且盡量的就是再炒一下 因為這個 衛福部他認為這個還是要盡量的把它煮熟 會安全一點 因為畢竟SO醬如果它真材實料 它裡頭還是有蛋白質 對 然後就容易長菌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蓋起來 然後讓它 我們著亮的水 然後讓它拌炒著亮的SO醬 對 這個的干貝 通常你會煎到什麼程度 稍微 其實因為這是生死的干貝 所以你就不用煎得太 太老 對 就是你就讓它兩邊恰恰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我還是會讓它全熟 對 因為我覺得還是整個殺菌會覺得比較安全 而且一般的家中真的不是日本料理店 是 即使是日本料理店 它也不一定做到安全的處理 對 所以我一定會把它煎到全熟 等這一鍋料理的同時再請教一下 錢醫師 剛剛講小黃瓜夏天很多生死 很多人還覺得說小黃瓜富含維他命C 所以夏天我都還有朋友把它當零嘴吃 真的 就這樣子一根一根啃 那他們覺得反正有水分 反正只要不要太難吃 那事實上這個 如果說跟維他命C 比較多的水果一起吃 真的會影響到營養的吸收嗎 小黃瓜本身也是有維生素C 是有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叫維生素C分解酶 我們叫做壞血酸氧化酶 它就是這個氧化酶 如果你跟維生素C含量高的食物 水果 譬如說像番茄 像一起食用的時候 它會降低我們維生素C的攝取 所以還是要分開 差不多隔一個小時就可以 小黃瓜先吃 然後之後再吃水果 其實這樣是沒有關係 那維生素C很重要 然後還有維生素D或者是鈣 這些都認為說 可以預防我們大腸癌的發生 我們知道我們大腸癌 就是膳食纖維攝取過少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有大腸癌的情況 就常常是因為跟我們攝取的 維生素C啊 維生素D啊 或鈣質不足有關 那我來分享一個案例 事實上飲食不健康的很重要 一個蠻大的族群就是醫生 醫生自己飲食常常不太健康 太忙了 對 那像這個病患呢 他事實上是一個醫生 他本身是在做那個腹腔鏡的醫師 他事實上已經做到醫院的主管 像我們醫院主管 有時候會有健康體檢 那他體檢 事實上會幫他安排說全身的檢查 但是他都不參加 那後來就也是在開刀的時候 開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視力比較模糊 然後他就停在那邊 就是那時候已經在開刀中 就停在那邊大概快一分鐘的時間 他旁邊的學生就在那邊想說 是不是老師在思考下一步要怎麼做 後來發現不是 那個老師他就已經有點站不穩 就往後倒的樣子 然後我們旁邊刷手啊 護理師就趕快幫他扶住 然後帶他去急診 後來抽血檢查發現說 他是貧血 那時候在急診的時候 發現血色素只有七點零 這個醫生是貧血 貧血後來他就是住院 因為這個看起來沒辦法繼續開刀 開刀就由他的學生完成 貧血常常都是一種是血液造血異常 那常常也是腸胃到出血是蠻大的原因 後來檢查起來 他在做大腸性的時候 發現在他的生結腸的地方 找到一個腫瘤 那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大腸癌發生的時候 症狀其實上不太一樣 發生的位置 也不一樣 跟他產生的症狀是不太一樣 像我們在右側的這個大腸 我們叫做生結腸 比較靠右邊 我們肚子的右邊 這個我們叫生結腸 右側的大腸呢 因為他的管徑比較粗 在這個時候 那個糞便還沒有形成 所以他一旦長腫瘤的時候 是比較不會產生阻塞的症狀 就算不見得會便秘 你排便可能很正常 但是因為腫瘤出現 他常常會有流血 所以你反而是以貧血的症狀來表現 就你可能會感覺到 比較容易疲勞 頭暈心悸 會有這些貧血的症狀 那如果你的腫瘤呢 長在大腸的左半邊 像這個生結腸 或者是盲腸 或者是在我們的乙狀結腸的地方的話 他這時候比較容易產生阻塞症狀 就是腫瘤大起來 你的排便可能就會發現困難 肚子會絞痛 會覺得常常會便秘 那如果在直腸的地方呢 就會有那種理極厚重的現象 因為他已經在肛門口了 這時候糞便的量比較多 你真的當腫瘤的時候 會排便排不出來 像這位醫生呢 他就是因為他平常實際上 沒有肚子不痛的不舒服 他肚子排便都很正常 但是呢 他就是慢慢的貧血 慢慢的 因為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做前血檢查 就是他有時候在生結腸 這個地方出血的時候 並不是結血便 所以他只是稍微一點 顏色變得比較深一點點而已 提醒觀眾朋友 就是說 有時候腸道如果出了問題 有時候是以貧血症狀表現 有時候是以阻塞表現 症狀表現 好 同一時間 我們譚老師的這個 干貝草鮮酥也 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 那把海鮮下去拌炒 就這樣子 其實這個海鮮 像干貝會出一點湯汁 那個湯汁是很鮮甜的 可以一起下來拌炒 對 然後我們的小黃瓜 就在熄火之後 其實你要吃的時候 再拌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謝謝 剛才我咬這個小黃瓜的時候 真的是會 烤烤烤烤 會脆 這個絕對是脆的 這個大黃瓜本身吃起來 也很甘甜 然後最主要是 我覺得最佩服的就是 他毫時不會把魚煮到硬掉 魚最壞的就是被大家拼命煮 煮到硬掉 其實要讓蛋白質熟 其實真的不需要那麼久 那熟的時候 基本上細菌也都死掉了 所以真的生的不好 可是過度噴條也是不好 大黃瓜 其實有人做過人體的對照 前瞻酸碼研究 證實說你吃黃瓜的脂 可以降低你的血脂肪 所以我們的食物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 可以幫助你降血脂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生病本身真的不見得要吃藥 可是你至少要做一些調整 像我有一個病人 五十二歲左右 然後他在四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很小的中風 那當然中風的病人 我們就要給他一些預防性的藥物 因為中風病人在發率很高 不過我們這位老兄 他吃了包括所有的降血脂藥 還有預防性的藥物 吃了快一年 他就不來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叫男生 遵從遺囑是很困難 一般女生比較遵從遺囑 男生比較貼貼 他就覺得第一次中風 好像沒什麼有不起 我也來休息兩個禮拜 我就可以上班了 然後有一次他在辦公室 突然間就一半邊就整個就無力 那送到急診室去 整半邊的中風 那這下子就真的不能工作了 因為一邊都不行了 手腳都不行 所以那一次他在辦公室 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在急診室後來住院的時候 抽的低密度血脂蛋白 高到一百八十幾 所以他已經是搞到非常高了 那代表說他沒有從第一次中風裡面 學到教訓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最遺憾 因為上天也已經 老天爺已經警告你 跟你講說你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結果大家還是不甩他 對不對 我行我素 那抽血我後來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來檢查 後來整整三年都沒有 都沒有數據 他說 我不要 男生 現在中風後更麻煩 對啊 更難照顧 對啊 男生會怕痛嗎 真的是不可理解 他說那個抽血 每次三個月半天抽一次 他覺得很痛 那你看搞了一個半邊中風 那不是更麻煩嗎 真的 那問一下這個羅醫師 中醫事實上 從這一個帶皮吃的小黃瓜來講 他真正最營養的精華跟營養素 其實表皮很重要 小黃瓜 它其實整個來講 因為它水分含量滿高的 所以我們講說它是 可以生菌止渴 然後有清熱解毒 那它皮的話可以預防便秘 然後還有就美容養顏的功效 那它皮除了說它那個皮綠綠的地方 它其實頭尾那個地方 它會有帶一點點的苦味 所以大家可能會把頭尾那個地方 就去比較多一些 它其實那個苦味素來講 它有一些對腸胃道有消炎 然後對便秘的話 也會有一些改善的作用 那我們苦這個味道 其實在中醫來講 我們有講一句叫做新開苦醬 就是辣的味道它是散 它會讓你的那個毛孔打開 散熱這一些 那如果苦味的話 它就是醬 它就是往下走 它是一個比較蟹的一個概念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病患 他就是有一天晚上來看診 然後晚上來看診 他就說他肚子很痛 然後在拉肚子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中午吃了什麼東西 他說我今天中午跟朋友去吃燒肉 那可能是燒肉 也許烹調沒有就是煮熟 所以導致有些腸胃炎的狀況 那這時候我幫他開了一個藥 就是大家很熟 這叫黃蓮 黃蓮的話其實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它味道很苦對不對 那黃蓮在中間來講 它就是一個蟹蟹蟹的作用 那他在研究上面講 他對我們的像利己感菌 大腸感菌 肺炎雙球菌 這些它都有很好的一個抗菌的一個功效 所以我就幫他開了就是帶有黃蓮的一些那個藥 然後之後隔一個禮拜之後 他再回來復診問他說你腸胃狀況有沒有好一些 他說他那天晚上回去吃了之後 他的胃就不太有不舒服的情況 所以他症狀就有改善蠻多的 所以像小黃瓜的苦味或是皮的話 其實還是不要把它去掉會比較好 所以有運動的人 你一定要去喝運動飲料嗎 其實說真的不用 然後你吃這些新鮮的瓜果類 它可以補充水分 補充糖分 補充電解質 要備孕的女性 其實我會建議說 也不要吃這些生食或是生菜沙拉 那甚至在減重上面來講 不能完全不吃油脂 因為油脂它本身就是 女性荷爾蒙的一個來源 不好意思 這一類的瓜果類 不管大小黃瓜 它們都富含水分跟膳食纖維 所以這個很多人夏天 如果要減重 要控制體重 其實是很好的選擇 減重吃蔬菜水果 基本上是個方式沒錯 但基本上你的總量 我們還是要控制到 我跟你講個故事 我們診所在做的 所謂的勞工健康檢查 勞工體格檢查 我看到有個女生 她身高差不多160左右 但體重接近60 她很年輕 那其實報告出來 就是BMI超過 血脂肪也超過 體脂力也超過 好 這樣跟她講解完之後 她就回去做飲食控制 過了一個月之後 她又來看我 她又來看我的時候 臉色蒼白 頭暈 噁心嘔吐 我們一量血壓偏低 我們很擔心跟前醫師講的 是不是有些潛在的問題 把她做了一些檢查 她沒有貧血 那她的血糖也還好 80幾 90幾 早上差不多10點多 10點多 就問她說 感覺上她變瘦了 大概瘦了差不多2公斤 問她怎麼瘦的咧 她說她開始吃生菜 她生菜吃的方法是 她早上咧 早上跟中文會去便利商店 買那個生菜 那中間不是有些有肌肉嗎 有蛋嗎 她肌肉跟蛋都沒吃 不行 對 她肌肉沒吃 然後晚上回去咧 她自己做生菜 她加什麼 檸檬醋 可是這中間當中咧 她吃什麼咧 她就知道要吃小黃瓜 所以當她中間肚子餓的時候 她就吃小黃瓜 小黃瓜一吃咧 可能一天吃五六根 這樣吃完之後咧 她基本上她的熱量是不夠的 但基本上她是會瘦下來 可是她出現兩個現象 血壓偏低 血壓只有八十幾 五十幾 所以整天血倒倒軟 然後再過來 她會吃大量的這些纖維 其實她基本上對她腸胃也不好 所以我們做一些檢查 發現她本身喉嚨部分 有一些紅腫 而且看起來有一點 胃食道逆流的現象 轉給我們腸胃科醫生去做檢查 一樣胃食道逆流 而且胃裡面有表現性的胃炎 所以我們常說 其實現代人的蔬菜水果是吃的不夠 最主要是因為纖維吃的不夠 可是當你吃太多纖維的時候 你胃腸道裡面沒有其他的蛋白質 跟油質來做潤滑的話 其實胃腸道也是一個傷害 那問一下這個錢醫師 剛剛講這一類的瓜果 比方說大小黃瓜 富含水分膳食纖維 維他命C 那對於某一些血脂比較高 或者容易有膽結石的人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相對 比較這個養生的食材的選擇 主要是因為他含有的維生素C 那維生素C的話 小黃瓜不算特別的多 但是如果跟他的一些好朋友 比起來已經還不錯 怎麼說譬如說他冬瓜 我去查了一下 每100克的冬瓜 他的維生素C是16.1毫克 南瓜是15 那我們這個小黃瓜是11.2 像西瓜西瓜只有6.8 所以吃小黃瓜還不錯 還是可以補充維生素C 那這有什麼重要性呢 我跟大家提示提供一個案例 就是說有個三十八歲的媽媽 然後他是因為他下午的時候 在炒菜 在準備晚餐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的右上腹部 跟他的肩膀就越來越痛 他的肩膀痛的 就覺得說這個隱隱作痛 到肩胛骨的地方隱隱作痛 他覺得說會不會說 我自己炒菜的姿勢不正確 才會造成他這樣會痛 但是他就忍耐一下 因為還不是很嚴重 他就勉強把那個做菜做完之後 他的先生小孩回來吃完晚餐之後 他就早點回去休息 就他在半夜的時候就開始那個痛還是沒有改善 半夜的時候就開始噁心吐 就覺得不太對勁了 然後就緊急送到急診去 那急診的醫師聽到他描述的症狀 就是右上腹部的痛 而且會痛到肩膀或者是肩胛骨 這個地方第一個直覺響的就是膽囊發炎 膽囊發炎 因為膽囊發炎痛到肩膀 對 它是我們叫轉移痛 那因為我們在橫隔膜膽囊 這個位置裡面的神經 他跟我們的肩胛骨的神經都會共同進入我們的脊椎神經 就是緊神經的第三第四節 然後這兩邊的神經會一起過去 然後我們的大腦 當你這邊在痛的時候 大腦會誤判以為是肩膀在痛 以為是肩胛骨在痛 所以這些是我們的典型的一個 那個膽囊急性膽囊炎痛的一個特徵 那就像幫他診斷出 他可能是有急性膽囊炎 做了一個電腦斷層之後發現 這真的是一個膽囊發炎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要考慮要緊急開刀 因為他痛得蠻厲害 那那個時候那個找外科醫師來會診 然後建議他說你要不要開刀 結果那個他第一次知道說自己有膽囊發炎 知道自己有膽疾師 他就不太敢下決定 就不太敢開 他想說我先不要開好了 我到明天再看看 明天後來那時候 隔天就是我去查房 因為他轉到內科 還不開刀就住到我們內科來 他就是住院就治療 治療的時候 就打抗生素治療 大概治療一個禮拜 然後我也建議他說 你現在急性期你沒有開 可是你後來還是要考慮要開刀 那他就說可不可以不要開 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膽結石不要越來越多 我說大概就是飲食上 給你兩個建議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應該是要多補充維生素C 因為這可以確定 可以減少膽結石的產生 因為維生素C 可以減少我們膽固醇 在膽汁中的濃度 然後可以讓他潔淨的比率減少 那另外就是吃一些 譬如說醬堅果 這些堅果這些東西 也可以減少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飲食習慣 我覺得我很好奇說 他為什麼會膽結石 問他他說 我就說你是不是沒吃早餐 他說他有兩個小孩 然後他一早起床 他六點多起床 就做早餐給小朋友 然後接下去 就送小朋友去上學 上學完之後呢 他自己做了早餐 但是他是沒吃 想睡覺 他就說他早上這麼早起來 他事實上是又回去睡覺 他繼續睡會睡到十點多 才起來吃早午餐 所以幾乎每天都過這樣生活 我就跟他講 這樣就容易膽結石 這樣容易膽結石 很多現代人都這樣 對 這樣不好 因為我們的膽囊 他要收縮 他必須要規律的飲食 他才會收縮 我們要進食 要吃東西 那他如果我跟你說 我都規律十二點吃 規律十二點吃 我們是指沒有吃東西的時間 超過十二個小時 就是你前一天晚上 你可能是八點 像他可能是七點吃晚餐 然後他到隔天早上七點 應該要吃東西了 如果你到十二點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超過十二個小時 沒有進食 沒有吃東西 這時候你的膽囊 他沒有收縮 沒有收縮的時候 他膽汁在裡面 時間久的 容易沉積變成膽結石 所以你只要有固定 就是不要超過十二個小時 都有吃一點東西的話 會好一點 那我們就建議他就說 你就乾脆就買多一點小黃瓜來 就是平常吃可以保健 那如果你真的吃不完 你還可以敷臉 他在那邊躺著 這也是多重好處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阿方老師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的好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櫛瓜 櫛瓜在西方是很常見 就是你吃牛排吃燒烤 很容易就會見到這個櫛瓜 然後韓國也用很多 台灣是很容易買 可是我發現國人媽媽 用的不多 那其實它有一個名稱別稱 叫做夏南瓜 你可以從它的樣型 從它的蒂頭 你會看到它跟那個南瓜的蒂頭 其實是一樣的 那它的質地就是比較細嫩 好像好像沒有成熟的那樣子的一個 這個很嫩的一個南瓜 那它特有就是在夏天 是盛產的水分很多 那我今天要把它做 絕對是中式的家常菜口味 好 那我就用了一點點 西方人做櫛瓜 很多都是用煎烤的 對 把它稍微去除一部分的水分 然後配什麼牛排一起吃 那我自己就是切得像銅板錢幣這麼厚 它是比較厚的 我要把它煎熟 那煎熟是用煎烤的概念 不要太多的油 只要一咪咪的油 好 稍微 先讓它裹上一點點油脂 對 這些油你要放到哪裡 放到鍋子 你絕對會說不厚不厚不厚 媽媽炒菜就要用很多油 就會回到我們炸茄子 對 是一樣的概念 可是我現在就在一個碗裡面 好 那他們有部分就沾上了這個油脂 然後再來我們在家裡面 你就找一個平面式的鍋子 那前提 這時候我要倒下鍋的時候 你的鍋子熱度要有 就要模擬烤箱的感覺 對 像我們這個是鑄鐵鍋把它燒熱了 燒熱 對 在家裡面平底鍋也都是可以的 因為櫛瓜已經有裹上少量的油脂了 對 所以其實就讓它受熱 有點像在煎烤它 對 現在除了熱度的傳達之外 我們就希望把那個瓜瓜的水分 可以盡量的留在這裡面 好 然後我們這個這樣子有一點煎烤 什麼時間點決定要翻面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像翻一面 最中心點你翻一面 還沒有任何的那個 好像烤的那個成色的話 你就稍微的這樣 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再燒 對 好 那現在都維持中大火 對 中大火的火力 就中火 起碼要中火 你不要小小火 因為太小的火力 它就變成慢慢熱慢慢熱 對 那那個瓜瓜 你看看現在它開始熱了 它水分多 冒水了 會有鹽就表示什麼 它開始在加熱是 慢慢就是熟它 對 那如果你越慢 它的水分就往外 就一直釋出這樣子 你都搞不好變成那些豬節瓜 對 好 所以風味就會不一樣 對 然後現在就可以看到 可以稍微的來翻它 所以這樣子其實也是一個 快速煎節瓜的方式 對 然後可以看到 它現在就把它煎給它 要煎熟 那煎熟會看到什麼樣的程度 叫做煎熟 就是你現在煎了一面 然後你在翻面的時候 你開始會看到 從鍋圓開始冒出蒸氣 對 就是它的開始在裡頭沸騰 那個水淹就是蒸氣 對 就是那個瓜瓜 它自己的水被煮熟的意思 那這樣子它才會完全熟透 像這個程度 如果你滿意了 兩面都煎到你很滿意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火關了 好 那其實就好了 所以它其實比烤箱更快 對 那如果有的人在吃那種 就是食物原味 這時候你可以撒一點海鹽 對 也有人就是這麼 就這樣簡單的就吃了 然後也很美味 對 然後因為夏天嘛 其實清爽 那快速 對 然後這樣子就OK 那另外我今天把它做成避風糖口味 我就要藉由這些 我們搭配在裡面的辛香料的部分 那它會有特別的風味夾在一起吃 那我首先配了鈣質比較豐富的櫻花蝦 那櫻花蝦我們水洗過瀝乾之後 我現在配上少少微微的油脂 好 剛剛那個是什麼油 橄欖油 我今天用的橄欖油 就直接配櫻花 我就用橄欖油一點點 那類似櫻花一樣 你先讓食材裹上一點油脂 然後我們的不沾鍋是乾鍋 對 那你有一點點要乾炒它 讓它炒香 對 因為我最後它再回鍋 那有的大家都是基本上 可能櫻花蝦就覺得加下去 可是我始終會覺得這樣子的香氣是不夠 不夠 所以其實在炒它的時候快速的攪拌 因為它很薄啊 很薄 對 那我們就把它整個都完整的加熱過 好 再來 鍋子已經熱了 對 所以我可以不用再放油的狀態下 我們來 加絞肉 炒一點絞肉 對 鍋子的這個熱度跟剛剛微量的魚油 那我們的絞肉因為也有一點點微量的油脂 所以炒著炒著也會逼出一點點油脂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的結瓜現在稍微放一下之後 對 它的表面就冒水了 表示它都被煎上來的一個味道 好 那我們把它拿起來 有一點點的微焦也OK 對 對 好 那這個其實待會兒要入我們的料理 對 OK 好 來 我們來看我們的絞肉 好 絞肉把它炒鬆 好 那今天搭配的很排 所以呢 是剛剛炒過櫻花蝦 對 配著 搭配蒜酥 然後 那我現在在這裡面我配上了一點點的豆豉 然後這豆豉裡面帶一點點的醬油 所以我 他們幫我備的醬油 我可能等會就會用不上 對 如果你的豆豉有鹹度有醬汁 對 它就是天然的醬油 對 然後要把它炒熟 這個時候 豆豉跟醬汁也會調味我們的絞肉 對 好 我醬油一點點就可以 好 佐料 要把它炒乾 避風糖就是 要乾爽 要乾爽 對 所以我現在即使一點點的這些醬油 我都要想辦法把它炒到 把它收到乾 對 把它收到乾 所以剛剛的那個櫻花蝦也要收乾 對 然後一大碗的蒜酥也要乾炒 對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如果你覺得你的動作不是那麼快 你藉由在收絞肉的時候 你可以把胡椒粉 白胡椒 我們現在炒上蒜酥 對 放在這個蒜頭酥上面 然後待會兒的蔥花也要讓它乾 對 所以這個前製作業切蔥花的時候 就要讓它乾 對 然後看你喜不喜歡辣 喜歡辣的朋友 可以用一點點的乾辣椒片 好 辣度大家自己著亮 真的 現在這樣很避風糖 這樣再放下去蝦就是避風糖炒蝦 蟹就是炒蟹 然後整個看到鍋底在無油的狀態下 是鬆乾的 對 然後稍微火力可以大一點點 提升一下它的整體的熱度 而且這個蒜香一直冒出來 對 然後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櫛瓜 放進來 你好聰明喔 再來 所以它的調味料 蔥花 它的調味料是重口味的 對 重口味 可是櫛瓜是清爽 沒味道 水分高的 對 然後就把它們直接翻拌 這樣就可以滿足想要重口味 對 好像可以開自助餐了 對 可是事實上又吃了大量的膳食纖維跟成分 對 然後現在這樣香味就整個出來 最後把我們剛剛預先炒香的這一個 櫻花蝦 蓋子的櫻花蝦配進來 好啦 那我們就來上菜喔 櫛瓜的話它本身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是就是淡淡的 然後那但是搭配像避風糖的口感 因為它比較重 所以當我覺得吃有點辣 然後配一口有那種就很juicy的那個口味 就覺得好讚喔 然後覺得沒有味道再吃一口這樣搭配起來 其實是非常可協的一個口味 那我們今天講到說那個像櫛瓜這個部分 就是它其實還是一個算比較偏涼一點的水果 那我們還是建議說最好就是食用的量 稍微少一點 或者是說最好把它煮熟來吃 像我之前有一個女性病患大概快50歲 進入了所謂的更年期 那更年期女生其實很容易會發胖的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那她這時候來減重她就想說 那因為她先生也是一個三高的族群 是那種公司的高階主管 她沒有時間減重也沒有時間去控制運動 控制飲食 所以她就上網去查 她就查到一個配方叫綠拿鐵 然後她就是綠拿鐵她一開始的 她說你如果是初階的一個進行者 你可以把你的那個水果的量 大概是選擇是7 然後蔬菜的量選擇是3 然後把它就是打成一個果汁 然後早上的時候她就拿這個果汁 就給她先生喝 然後也給她自己喝這樣子 因為她自己知道說 菜類的話是要煮熟 但是像是小黃瓜或者大黃瓜 櫛瓜這種東西 要覺得番茄 她就覺得這些本來就是生的 所以她就會這樣丟進去打 然後吃一次她發現 怎麼最近鼻子過敏變嚴重了 因為這些其實是比較深冷一點的食物 比較寒一些 所以我就建議她說 你菜除了燙熟之外 這些就是生的這些瓜類 最好也稍微汆燙一下 然後你可以加一點就是像薑黃 或是黑胡椒 或是加一些堅果類的 然後如果你真的早上要吃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不要完全一早空腹就吃 前面先墊一點 就墊粉類墊一點肚子 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傷害我們的腸胃的症氣 那還有的話 像我之前也會遇到一些就是 女性的病患 我最近有一個大概三十七八歲的 她是從國外回來 然後她就是因為她 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她就想說跟先生一起在國外 就沒有打算要生小孩 所以她現在一回來就趕 趕著要趕進度 她就想說那快很準 就直接先去醫院 去做所有的那個婦科健康檢查 因為她自己覺得她在國外都有在做運動 然後身體狀況也很好很fit這樣子 一看她指數都還OK 但是有一個叫AMH的指數很低 只有0.3 然後她這樣子一想說急了 因為她將會造成可能這樣不孕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想說趕快來中醫調理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她一些狀況 她就問我說 醫師那是不是因為我在國外 她說我有一陣子因為有點胖 所以她長時間就是吃生菜沙拉 然後她就說她那時候覺得效果很好 然後減重大概減了五六公斤這樣子 她說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導致說她的婦科那個部分變弱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 就是我們跟她講說 其實如果是你要備孕的女性 其實我會建議說 也不要吃這些生食或是生菜沙拉 那甚至在減重上面來講 不能完全不吃油脂 因為油脂它本身就是女性賀爾蒙的一個來源 對就油脂跟脂肪 還是女生的賀爾蒙的原料 還是很重要的 那問一下江醫師 剛剛講的這些瓜類 比方說大小黃瓜 其實都富含甲離子 那如果現代人比方說飲食高納 或者外食多 甲離子的平衡很好 那唯獨有一種人腎臟疾病 那攝取這樣的富含甲離子的食材 要有總量控管的概念 沒錯 像我有一個六十歲的大姐兒 她糖尿病腎病病 然後後來就已經洗了一段時間 那很多人對於腎臟病有一個奇怪的想法 它叫尿毒症 所以她體內也都毒素 所以很多病人就會自發的採取什麼 就是說素食 生肌飲食 要排毒 到夏天像這種櫛 這種瓜類的東西就很多 結果她在夏天就吃這些所謂的 她認為減輕她的毒素的餐點 結果在一個禮拜之內 跑了兩次急診室 嚇死人了 為什麼 因為她 你去看正常的心電圖 她後來發生的心電圖 就是變成下面這個 最下面的一個 最下面這個心電圖 她心電圖變成波浪型的心電圖 那病人第二次到急診室的時候 事實上血壓已經很低了 大概就六十幾 四十幾這樣子 那如果當初沒有發現 她的問題的話 血壓過高很容易病人就死在家裡 真的喔 這個是一個非常高危險的 腎臟科的一個併發症 所以她忘記一點 我們的尿毒素 不是指來自食物中毒素 也不是靠這些東西可以排除的 我們歐會只要靠洗症劑 才能排除這些毒素 那我們尿毒症的病人 或者腎功能第四期 第五期的人 那甲離子排泄有困難 他吃這些瓜果類的東西 還是要先汆燙過 而且不能說放下去就拿起來 對 他還是要燙過 因為甲離子煮的過程中 甲離子會一直跑到水中去 水溶性溶掉 對 它會溶掉 那據研究可以去掉 大概七八十百分的甲離子 那這樣吃起來就安全很多 所以不要自己有很多的幻想 然後就去做嘗試一些 腎上科病人 完全不准的 像這種沒有穿上過的蔬菜 什麼生意精力湯 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甚至飲食 這個我們腎上科病人 是吃不起的 那問一下這個王醫師 天氣其實陸續的變熱 那有一些人 吃瓜果類的食材 吃多的容易有腸胃炎的症狀 我講個故事 上個禮拜遇到一個阿嬤 帶一個她的孫子 高中生禮拜一來看我 一來就看到這個 這個高中生長得很高大 身材很好 學校是打籃球的校隊 可是來了之後 你看她有疲累 然後我說阿嬤怎麼一回事 她說從昨天大概凌晨兩三點 一直拉到現在 拉了十次 我說她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做這種事 因為她昨天下午去練球 學校籃球教育練球 練完球之後一回家 發現家裡裡面有 昨天沒有吃完了半個小玉的西瓜 黃色的 然後她就把它拿起來吃 然後說因為打籃球又很熱 然後開著冷氣 就開著冷氣就這樣吃那個 小玉西瓜吃了半顆 吃完之後 她七八點就去 就去休息睡覺 晚餐也沒吃 就早上兩三點就開始拉肚子 那我跟阿嬤講說 阿嬤你沒有跟你們孫子說 晚上吃西瓜 半天你就斷被翻證 說我也是這樣跟她說 他說醫生你也相信這個 我說其實基本上 會有這個禮語的出現 因為以前你可能西瓜可能是早上採收的 你可能早上先切過 那可能你放到下午或晚上的時候 就可能會壞掉 因為你知道西瓜裡面含什麼 糖分很多 含有糖分跟水分的東西 只要一切開 其實如果你沒有適當的保存的話 它基本上是很容易變質的 那雖然說它是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可是是昨天的 再過來我們都知道 剛剛周恩有說過 其實瓜類基本上就是什麼 偏涼 就它裡面吃涼的咧 它外面又吹冷氣 另外加工腸胃一定受不了 所以常說其實基本上其實是告訴我們 食物是個好東西 保存很得當 那過來夏天大陸問說 醫生啊 那我們喝運動飲料好不好 我們常說沒有運動的人 不要喝運動飲料 可是有運動的人 你一定要去喝運動飲料嗎 其實說實在不用 只要你吃這些新鮮的瓜果類 它可以補充水分 補充糖分 補充電解質 裡面含有假的話 其實你運動完之後補充之間 去補這些運動飲料 其實好太多了 那錢醫師 夏天還常常缺水 缺水也會傷肝 夏天的時候 因為天氣熱 我們汗流得多 那我就有碰到一個年輕人 他是38歲 他是一個愛性爸爸 怎麼說呢 就是說他們學校 就是要辦那個校外教學 然後就徵求家長 然後到陪小朋友一起到農場裡面 去在宜蘭的農場去做校外教學 因為他那看他那個行程 還蠻輕鬆的 大概就是餵一下一些羊 餵一些小白兔 他想說在農場裡面應該還好 結果去的時候發現場面完全失控 到了現在根本小朋友 就看到草地 就開始往外跑 跑跑跑 那很多小朋友就跑來找他 就說你要當鬼啊 然後就跟著小朋友在那邊追逐 那事實上這爸爸 真的平常運動量很少啦 平常都吹冷氣了 然後突然到戶外 這樣大太陽下 他自己就忘記補充水分 結果到了晚上呢 到了小朋友都送回去之後 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自己受不了 怎麼說 他就開始會有點頭暈 頭暈 噁心想吐 然後甚至有點腹瀉的症狀 然後另外就覺得自己 好像心跳很快 其實心跳很快 就是我們身體缺血的一個象徵 然後那時候 他的老婆 就趕快帶他到急診去 那急診 看到這樣的爸爸 聽到這樣的故事 就知道說這大概就是熱衰竭 就是中暑 他就水分沒有補充 然後他就抽血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的肝指數還異常 GOT GPT高起來 GOT GPT都一百多 沒有特別的高 但是就是正常值了兩三倍以上 那其實上這就是急性的肝損傷 這是因為我們在身體裡面 大量的汗流失掉 水分補充的不夠 他心跳開始增快 整個血型動力學的異常 那造成我們的肝臟的血流的灌流不足 他就會有點缺氧缺血的狀況 是叫缺血性肝炎 那其實上這個是一個短暫的一個現象 其實適當的補充水分之後 應該恢復得很快 那時候他 但是他很擔心 因為從來沒有這樣肝指數高這麼高過 那所以他在急診室待了一個晚上 他就躺在床上休息 那我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人站立的時候 我們的肝臟的血流量 會比躺下來的時候少百分之四十 真的 少百分之四十 那因為我們站立 因為重力的關係 循環的關係 如果你真的這樣子 已經覺得心跳快 你趕快躺下來 這時候我們的血液循環會比較適當 然後我們的肝臟得到 比較充足的血流之後 他實際上恢復得也蠻快的 像這位先生 他大概在急診室躺一個晚上之後 後來在門診抽血 很快肝功能就正常了 所以就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好 謝謝錢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Marchi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同時間我們節目的影片 精采的片段 也會上傳我們YouTube官方的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 掃描QR Code 直接按訂閱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